前面提到了嘎大哥的想法 牛顿先生就承袭嘎大哥的想法 他说东西都有维持自己原本状态的倾向 这个倾向我们就称之为惯性 就是我如果原来是会动的 我就希望继续动 我如果原来是不动的 我就继续不动 就懒惰了 不想改变了 不要变了 原来怎样就怎样了 这个倾向就称为惯性 维持原本的运动状态的性质 这种性质就称之为惯性 这是牛顿大哥的说法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苹果跟橙的影片 这个是香港的影片 他的解析度古时候做的有点低波没有关系 他呢左边有个苹果 右边有个橙 中间有个西瓜 然后我去转那个西瓜 我去转中间那个西瓜 那个苹果跟橙有在动吗 没有 你不碰他没事就是没事 原来不动就不动 OK吗 这就叫做我们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当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静者横进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第一我不喜欢你们背 静者横进动者横动 因为你没有讲清楚他怎么动的 第二等速率直线运动就是等速度的意思 等速率表示大小没有改变 直线表示方向没有改变 所以等速率直线运动就是等速度运动的意思 所以东西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静者横进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也就是等速度运动 这叫做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又称之为惯性定律 因为他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然后之后就有题目会蹦出来 就是我原来是静止的要保持静止 或者是原来会动的要保持会动 就有一些现象 就有一些说明 然后考试会考这些东西 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这叫做牛顿低运动定律 前提是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 结果是东西静者横进 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也就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有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从此之后 只要你看到题目上写了等速 或者是等速度 你心中就要油然升起一件事情 合力是理 以后只要看到题目写等速 等速度 你就要在马上在心中反映一件事 什么是合力是理 合力是理 符合牛顿低运动定律 当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静者横进 动者横坐等速度运动 等速率直线运动 OK吗 记得哦 我说哦 看到等速等速度就要油然升起一件事 什么是 合力为理 合力为理 OK吗 OK 好 于是乎 停车站接问 东西为啥会动 东西为什么会动 东西为什么会动呢 来 帅哥男 30 30啊 几粒 来 东西为什么会动 我希望你讲某个答案 你是我喜欢的答案 东西为何会动 因为受力 很好 很好 我喜欢这个答案 我最爱这个答案 请坐下 我最爱这个答案了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 东西会动 不是因为他受力 东西会动 是因为他高兴动 他喜欢动 他爱动 他本来就在动 他本来就在动 牛顿低运动定律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的时候 静者横进 动者横坐 等速率直线运动 会动是因为他本来就在动 不用受力 受力是发生另外一件事 牛顿二以后再说 所以他本来就在动 本来就在动 所以 会动 不用受力 牛顿一 合力等于零 静者横进 动者横坐 等速率直线运动 然后呢 平常的都要有受力才会动 不受力就会停下来 是因为摩擦的关系 像这个影片 这个你们在意大有人玩过这玩意儿 类似的东西 你们意大师用那个东西去推他的 他是一个 你这个公司 我去找 他有个 见过的电梯 比个提线 你 有些游戏 中间有电梯 当我们开个公司 有公司 和我先分开 他基本上可以放在海面 玩起电梯的 他原来有气在底下 所以摩擦力小 所以一推就可以跑好远 所以如果没有摩擦就可以一直跑 后来气没有了 摩擦力大了 就推不动了 走一下就停下来了 所以东西会停下来 是因为受到摩擦 那你为了抵抗摩擦 你就要一直吃力 他才会一直动 他才会一直动 OK 这就是跟你解释牛顿低运动定律 部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0的时候 静者横静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然后提示你 从此之后只要题目写等速或等速度 你就要心中油然升起一件是什么事 合力等于0 可以吗 可以 OK OK OK